巴西总统卢拉这次访华,将具有重要的历史节点意义。说起来卢拉访华,可谓是一波三折。本来卢拉计划上任后首访中国。但最终却被美国政府威逼,不得不先访问了美国。而后卢拉原计划访华的时间突然因病推迟。中国也公开表示了理解。但这次访华,卢拉第一站却不是北京而是上海。 他一到上海,就访问了金庄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,并与新任行长拥抱会晤。原来,他的会晤对象正是他政治上的盟友与学生的。3月24日,刚刚全票当选金庄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巴西前总统罗塞夫。原来卢拉推迟访华虽然可能也是因病,但却并不一定全是因病。而是要等罗塞夫上任后,给自己的学生站台加油。 毫无疑问,巴西总统这次访华,绝对是有备而来。用巴西前驻美大使的话说,就是卢拉访华双边协议装满了行李箱。 与防美简直天壤之别。因为在拜登那里,卢拉空手而归。但在中国,双边协议和合作计划装满了行李箱。那么巴西总统卢拉这次访华,都给巴西人民带来了哪些好处呢? 卢拉这次访华主要得到了三大战略性好处。一是一揽子重磅合作协议。卢拉访华期间,中国与巴西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协议。包括贸易投资、数字经济、科技创新、信息通信、航天等领域的多项双边合作文件。 巴西媒体认为,与中国合作对巴西极具战略意义。中巴领导人正在创造历史。在对华关系方面,卢拉强调,没有人能够阻止巴西改善与中国的关系。她希望中巴关系可以超越贸易关系。 中巴两国也在当天的联合声明中表示,应以今年中国和巴西建立战略伙伴,关系30周年,即2024年建交50周年为契机。共同深化,以开放包容。合作共赢为特征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就这一揽子协议,就能奠定巴西未来经济稳定的基础。 大家注意观察,合作当中首先就是贸易投资。这是巴西当前最大的困难。巴西作为人口超过两亿的粮食生产大国。巴西人民却因为经济资源遭到外资控制。经济凋敝而吃不饱饭。在这种情况下,卢拉如何解决这样的棘手问题? 卢拉内政去改变既得利益难度很大。但如果有一个巨大的市场,能快速扩大巴西的对外贸易,并大比追加对巴西的投资,那么就能快速改善这样的局面。 卢拉正式看到了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,和足够强的投资能力,所以在外交重心方面,一上台就从美国转向了中国。 而如果要想让巴西经济长期获得可持续发展,就必须在数字经济、科技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。 而这次卢拉访华所获得的协议当中,就包括数字经济、科技创新、信息通信、航天等。事实上中巴两国有共同合作的平台不少。 但金庄国家显然是最重要的合作平台。有强烈意愿强化中巴合作的巴西。在金庄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动,金庄国家未来的合作将打开新局面。尤其是除了巴西之外。 俄罗斯、南非对金庄国家之间的合作都充满期待。印度也在摩拳擦掌。二是地区战略上的主导权。我们都知道,在博索纳洛担任巴西总统期间,他完全放弃了巴西政治外交的独立性,成了美国的跟班和应生虫。 中巴大量合作在他任期内未能获得推动。也几乎没有开启新的合作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。巴西人民才出现了严重的饥饿情况。 同时经济发展陷入停滞。当然,巴西在南美的政治上也完全处于从属状态。甚至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大国,都退出美洲国家联盟这样的重要地区政治组织。 现在卢拉能非常清晰地看到。如果巴西想在南美获得地区的战略主导权,就必须与中国深度合作。原因也很简单,中国手里有市场主导权。有资源需求,政治上也愿意与各国深度合作。尤其是巴西这样的地区大国。对巴西来说,一旦中巴合作快速风生水起,那么卢拉就能把南美的政治文章做到位。 对中国来说,这种合作当然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在美国想尽一切办法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,与巴西的合作是战略突围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三是巴西经济发展的主导权。巴西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大国之一。巴西老百姓却为啥还吃不饱?原因很简单。巴西的土地和粮食被美国主导的四大粮商控制。 所以巴西生产的粮食大量出口。巴西人民却不得不饿肚子。然而对巴西来说,美国客观上又惹不起。卢拉不可能对美国资本革命。 所以卢拉要想未来在政治上化被动为主动。就必须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主导权。中国就是卢拉,在经济上扭转被动局面的核心战略之点。巴西能从中国身上获得贸易、投资、科技。 而这一切将是卢拉政府。重获经济发展主导权的主要抓手。事实上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。中国也早在2009年,就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。 两国双边贸易额2022年,更是达到1714.9亿美元。距离中,额贸易1902.7亿美元并不多。中巴这样的贸易水平,还是在博索纳洛亲美的情况下取得的。这就意味着中巴经贸投资合作的空间巨大。中国主要从巴西进口铁矿石、石油、矿产资源等。过去这些中国需要从澳大利亚、印度进口很多。 那么未来中巴合作空间是巨大的。根据媒体的报道,巴西财政部预测,相关协议的投资额将达到500亿雷亚尔。另外像中国汽车企业比亚迪,在巴西投资建厂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。还有消息称,比亚迪还很有可能会收购。美国福特汽车在巴西的汽车工厂。然而这并非中巴合作的全部,而是中巴合作的新开局、新局面。 而这一切则源于巴西总统卢拉的妙手点金。为什么说卢拉这次对华关系是妙手点金?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,他抓住了中国当前的战略需求和强大的资源禀赋。 中国当下最需要什么?一是外交的持续突破。当下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穷凶极恶的围堵。中国在外交上需要持续突破。以打破美国对中国持续围堵的格局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只要巴西愿意与中国扩大合作、加深关系。中国肯定也非常积极。所以在卢拉上任后,他立刻采取了一系列行动。 一是中巴的合作在卢拉上任后。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系列实效。二是确保供应链安全。美国一直针对中国搞的是脱钩锻链。想打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、产业链中的中心地位。 美国想搞破坏,我们当然就要巩固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巴西对中国投逃,中国必然暴力。三是扩大市场。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强国。有居多的工业品与服务要进行产能输出。同时中国银行体系内资金充沛。也需要向海外进行投资输出以扩大投资市场。卢拉正式抓住了中国的核心矛盾。然后又搞清楚了自己的核心需求。 于是到上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振币一壶。为什么贸易结算不能是人民币?卢拉这振币一壶。也就意味着接下来,中巴贸易和投资的支付结算,将逐渐全部替换成人民币。这也就意味着中巴双方就能在贸易、投资方面达成更多、更深层次的合作。卢拉的妙手点金,让中巴合作在未来的前景非常好。 更重要的是,巴西会成为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点。尤其是在去美元化方面。巴西能起到示范先锋的重要作用。 请订阅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